这节课有点特别 就是说大便 说大便是人体所排泄之物 它吸收完了 剩下的 不需要的 我们可以叫它为废物 那废物就没有用吗 有没有听过收废品 这些东西 放到地里面 是肥料 很多废物 时间长了 经过千万年 甚至百万年 会形成 石油 矿物 反正很多垃圾到一起 它都能聚合而成 很奇怪 这就是天之道 自然循环 往复不息 种地的时候就需要这些肥料 它们 就用这些 是它们的食物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那狗 也盖不了 吃屎 那这个屎 你说它真的好吃吗 那不知道 哪个狗 但是它 对它肯定是有一定用的 但是这些东西 在中医里面 有它的特别的一些说法 你看 肌的排泄物 它其中有这种 基石白 我们既然敢说出来 它这个名字 就是它能 放到药用 那西医 按现在的这种逻辑 目前的这种 阶段 是永远搞不清 那现在还有说这一些什么 尿素啊 甚至说 通过这个 尿疗啊 就是要喝 喝尿 但是这种啊 我们 也是比较极端的一种方式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不见得有用 有些可能把它夸大了 但是 确实有这么干 因为它身体吸收不了一些东西 要充分吸收 要锻炼它那个机制 这个比较 邪门了 我们就不多说了 今天这个故事呢 说一个 先令 他刚上任 不满十天 回去 马上回家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个 心慌 一阵不舒服 跟我们前面说的 那个 嗤嗤通心 就感觉到这种 频率 这种 心念 念想 他家里 这个父亲 好像要出事 那一回去呢 果然 病重两天了 大夫 让他 就说 如果可以的话 需要 要尝这个大便 才知道父亲的这个状况 如果是苦的 就还好 那他就去尝 尝完了以后 甜 就很担心 于是呢 就起败 北斗 你看 他又来了 那古人 都是这样下来的 有没有笑 我不知道 但是他这个诚心 治了 我想 天助资助者 孔子学生 子夏说 道在史逆 知远恐泥 就是说这个道 无处不在 甚至在大便当中 那你要想研究 长远 走更大的路 这种就不行了 你看现实当中 我们说研究生高学问 研究生 大学忙分辨 这个